舞侠的帽 再一次落下一秒 有什么温柔来处找 爱是会撒娇的帽 还是黑暗中的帽 你的温室是准备好 跟着我的最爽 莉莉 这是什么类型 舞侠夹动作 又跳舞又动作 你就知道舞侠类型 这个应该属于 她属于贵派 贵派 性感小眼抱 她这个是性感派 好性感 大家都有猜过了 来一起看一下 最后答案揭晓是什么类型的 偶像 偶像类型的 偶像类型的演员 需要有什么特质 长得像吗 腰会贵 青春活力 时尚吧 阳光还有 那么我们台上四个人 谁比较符合你这一特点 你是说看上谁吗 对啊 哇 你们俩太卖力了吧 宝贝 你看我怎么样 有没有活力 我觉得你那个比较有活力 有点亮 没挑出来 好啊 接下来继续进行 到了李老师这边 李老师究竟属于什么类型的演员 我们先看大屏幕她的代表作品 好的 有一天等不到你 哎呦 看你这个苦挂脸 你这样面对客户怎么得了你 笑一个 好 还有您 没事欠精神 微笑 笑一个 这个应该是98年 98年 哎 它是第二部 第一部是93年 95年 至少第二部离现在已经有12年了 里面的造型可能 但是好像您一直没换过衣服啊 哈哈哈哈 同样吗 哈哈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三排扣 那时候只有 两排扣 好像不是 回音可以改动一下 明星转起来 刚定做的一套西服 哎 没有难得来嘛 就很隆重啊 很帅很帅 因为经常啊 我是很随意的人 哦 很随意的人 很随意的人 很随意 感觉出来了 我这随意掌握不好 就变随便了 那么难道她是随便类型的演员吗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给出的答案 我觉得就是喜剧类型 对